大家好,我是依禅 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 一个人爱不爱你,太明显 师父说,似有似无的喜欢,就等同于不喜欢 有的感情很奇怪,说要开始的是它 可对你若即若离的,也是它 一开始对你热情的是它 可对你逐渐冷淡的,也是它 如果一份感情让你看不清 请你一定要记得 一个人爱不爱你,是很明显的 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等有空才来找你的 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不够重视 人生很短,一转身就不知下一面何时再见 如果它怕错过你,一定舍不得你胡思乱想它在干嘛 也舍不得让你收不到它的消息 如果它真的爱你,就一定会在你说话时用心听 一定会在你需要时立刻在 真的爱你的人,会珍惜所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舍不得把人生交给来日方长 有人总要求你人前落落大方 又要求你人后贤惠能干 可他却忘了,问问真实的你 是不是偶尔也有小脾气 真正珍惜你的人,不需要你自己消化心酸 因为他会用自己的陪伴,化解你的委屈 即使在所有人面前,你都要做到完美无瑕 但在真正爱你的人眼里 你偶尔任性的时刻,恰是你最可爱的一面 人和人之间,总是相处越久 就发现越多缺点 有的人总想让你改变 变得和其他人一样 却忘了正视你的与众不同 才让你在人群中闪闪发亮 在真正爱你的人面前 你无需改变自己 因为他爱的一直都是你原本的样子 有些人明明就在身边 却还需要你去猜他的心意 有的人即使相隔甚远 也能明明白白看到他的心 好的爱情不是靠猜出来的 因为你的心安就是最好的答案 往后余生 愿你终于暖心良人 陪你从爱情走向亲情 从浪漫激情走向似水流年 我是依离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离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